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我是梁燕成 和大家說世界大事 現在,旭達斯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舉行 特朗普終於搞定了財政問題 去得到,但人已經預備用示威來歡迎他 但這次人們除了看特朗普在全球化論壇表演 也有關注中國是怎樣的 這次中國派劉鶴出去 劉鶴的鶴是一隻鶴的鶴 他屬於經濟的智囊,是政治局的委員 是中央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小組組長 他自己是哈佛大學的MBA 即是去美國留學,而且在哈佛讀過 對西方的體制都相當熟悉 而他的父親過去都是參加共產黨革命 後來就在昆明做過書記處的書記 即是市委書記的書記 另外做過中央西南局書記處的書記兼秘書長 他不算很高級的,是組織部的人 但在文革時受過殘酷的鬥爭 最後在成都跳樓自殺而死 當時才49歲 他說劉鶴經過喪負之痛,相對文革都會痛心疾首 所以他是一個改革派的經濟學家 也是習近平非常重視的一個智囊 而他寫的東西,有相當出色的一本書 是他的小組編的,特別提到兩次全球的大危機 即是經濟的全球大危機,他做過比較研究 基本上他綜合了幾個要點都說得不錯 他說兩次的危機,共同背景 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另外,牛兒危機爆發之前 有非常大的經濟繁榮 收入分配差距很大,都是危機的前兆 公共政策的空間擠壓得很少 還有就是民粹主義的出現 這些都是危機的先兆 所以他很關注到民粹主義這些 合作思維方式的問題 以他寫的書,是在中國很受賞識的一本書 亦是被習近平賞識的人物 而他是今次出席 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 他說的話,與上次習近平出席的相當類似 他說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 跟特朗普的美國優先 都會是一個鮮明對比 他說要實際行動,推進經濟的全球化 另外,他說到中國會有新的開放 涉及金融和製造業領域的擴大開放等等 他不是一個像習近平那些 或者是溫家寶 說話很有風格的那種人 他是一個老實實的學者型的人 但是現在習近平 是將這些學者的人 擺入他本來是重要的經濟智囊 現在擺入了政治局 他不是常委,但是政治局 例如還有學者型的王滬寧這些 習近平現在是用多些有文化水平的人 去做很多心理研究 劉鶴說話當然都受到注意 但是他不是一個英文說的 colourful的講者 當然最colourful是誰呢? 就是加拿大的英俊總理杜魯多 這個杜魯多 他本身是一個較為左翼的自由主義者 他出去這些世界大會說話 怎樣可以引導人來注意呢? 他都算是挺厲害的 他就想到是說女性的問題 所以他特別多人報導他 第一他是一個少有這麼英俊的 明星級的總理 但是他的政策是較為左翼一點 就是重視多些人權自由 所以他說今天世界 因為這次的論壇主要是一個 這麼多多元分歧的世界 有什麼共通點 他就說其實要解決今天的問題 就是用多些女性 世界各大企業領導 僱用多些女性處理性騷擾的問題 這些就是那些政客用來講 當然是鼓掌的一些議題 其實他這個並沒有什麼的偉大建議 請多起女性和解決女性的性騷擾的問題 是否解決這個世界的分歧 其實他沒有答到問題 不過在一個演說 他就是一個非常色彩 加上他自己是非常英俊 引起很多鼓掌 他們是很懂得演戲的一個總理 但是另外一個 在這個場合要表演的 就是印度的莫迪 莫迪演講裡面 講到世界面臨的三大挑戰 就是氣候變暖 恐怖主義 和反全球化 莫迪這個說法 具有一個大國總理的氣派 就是一個全球視野 和杜魯多針對一個很小的問題 是完全和杜魯多拿掌聲的 但是莫迪看到全球的問題 特別他提到反全球化 基本上都是針對特朗普 當然日本就不斷推印度太平洋 特朗普也是支持這個路線 就是印度洋太平洋這條線 當然印度是要拉攏的一個大國 用來制衡中國 但是印度本身其實問題都很多 不過他一站出來 他目前是世界最快的一個國家 當然大家注意 說話當然是很得體 但是其實印度的問題仍然很嚴重 他國會的主席 在推特網上諷刺他 他說你來到達旭斯 那你要麻煩你說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印度 1%的人擁有70%的國家財富呢 我現在寫一個報告給你參考 印度的經濟時報就說 其實剛剛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發佈了包容性發展的指數 印度就排列到第62 也很差 發展夠不夠包容性 中國排到26 就算相當高 連巴基斯坦印度的世壽都排到47 竟然印度排到那麼低 第62 可以說印度總理說得好像很厲害 但實際印度自己問題很多 當然印度的戰民階級的存在 貧窮人口的問題未解決 印度對婦女的極度不尊重等等 都是很多問題面對 但這次是莫迪第一次 或是印度第一次參加這個世界級大會 都要表現一下印度的威力 但實質就不是那麼強 但當然每個人都看著 特朗普來了 特朗普到現在的錄音時 他都未開始說話 他做總結的陳詞 但特朗普以前曾經去 去罵過達玉斯論壇 他說這些都是精英的 我們是重視小市民的 是草根大眾的 曾經這樣 拿來嘲笑過這些論壇 這些精英主義 支持特朗普那些 基本上都是草根大眾 而普羅大眾 其實都很厭倦 這些國際的經濟強國 在玩全世界的經濟遊戲 所以特朗普這次 就借這個場合 去表達他的看法 現在未聽到他說 他當然是吹噓自己 如何威水 說到失業率大大降低 減到4.1% 還有GDP增長3% 3.3%等等 說自己如何威風 估計他都會吹噓自己 但是在一個全世界要求 合作的論壇 如果特朗普過分 和世界對著幹 看來他都不容易 所以大家估計他 會不會到時適就 說別的事 不過特朗普也很重視 他借此宣傳自己 和他的孤立政策 可能對美國有利 剛剛他宣布要制裁 太陽能板下的洗衣機等等 針對南韓和中國 南韓已經抗議了 雖然民國也要抗議 如果搞這些經濟鬥爭 大家都沒有好處 但是特朗普認為 他只要加重你的稅 那些東西進來就貴了 人民買美國做的東西 他又成功通過減稅 令到資金回流等等 在他經濟政策上 亦有他的一定的特色和影響 對於特朗普來說 最重要是鞏固著自己支持的人 而且在增加支持他的草根大眾 他下一屆可能還可以做 雖然全球都一起在罵特朗普 又示威又成 在美國也有個 現在爆出有個幕後勢力 要整理特朗普 那些調查特朗普的人 現在查出他後面 都說了這些 即是說 反特朗普的勢力很大 特朗普又在製造他自己的勢力 特朗普這個就是色彩 那一頭的人 太過有他個人特色 但是對於全球合作來說 究竟他帶來是否有很多的壞處 休息一會再談